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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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地球代表来的 由优酷和银河库于出品的 火星情报局第四阶段的 第十次会议现场 远程围观火星会议旨在优酷 大家好 我是局长 欢迎大家的到来 谢谢各位 X23全息幻彩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本局会议由VIVO独家冠军播出 这就是叫跑SUV科迪亚克GT 感谢斯科达SUV亚族队 对本局会议的特约赞助支持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火星情报局史上 最年轻的副局长 Justin 黄明浩 师傅 好久不见 非常棒 非常好 先给他们下马问一下 说两句来 Justin 大家好 我是那个 我们火星情报局史上 最年轻的副局长Justin 对 论辈分 那我们还算是师工级别的 要特别感谢局长 当时促成了这段师徒缘分 当时有个拜师礼 有点微微仓促 有个回礼的部分我没有准备 所以今天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我给嘉世音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 我们来看一下 郑黄小霞 我觉得他是一个江湖上一个小霞 哇 这个就厉害了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黄明浩 这个是我 然后呢 我给黄明浩写了首诗 我给大家读一下 黄门小霞出诈道 古灵精怪有门道 明日江湖四穷号 杨帆奏敌尽笑傲 然后呢 里面还有 黄明浩杨敌藏在里面 好好保存起来 好吧 哇 这个太好了 谢谢师傅 这师傅好有心哦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红包 要给我的头帝 红包 怎么感觉这个更重要一点 谢谢师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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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羡慕 没有 其实我也给师傅 带了一个礼物了 真的假的 我来当这个副局长 就给你脸上长光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火星情报局 是一个特别讲礼貌的地方 当然是 首先 我们有请高级特工代表杨迪 向新晋副局长鞠躬表示 欢迎 来 杨迪 请起 赶紧的 人家副局长都来了 来 高级特工 来 向副局长行礼 真的 我的腿怎么了 我的腿我站不起来 加斯汀 得有点仪式感 您坐着 随便坐 随便坐 不 让你坐 让你坐 黄美浩 一定要受得起这个功 快快快撥 撥了 师傅 好了好了 不要再逼迫我了好不好 加斯汀是真的非常喜欢火星情报局 但是我做么也没想到 他再喜欢 也没必要一来就当副局长吧 没有了没有了 我觉得我跟我师傅平起平坐不太好 所以叫高我一等 对 我决定我站着 哎呀 我的天 我来当这个局长只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给我 局长 加斯汀 你要当这个局长 哇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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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怎么了 局长 这一看就是当师傅教的 师傅教的 别说 我的口吻 风高不要这么讲 我不讲 不要把实话讲出来就 哎呀 这个孩子 所以除了杨迪特工向你表达敬意以外 你还希望场上的 没有 因为其实场上有很多老朋友嘛 蛮久不见了 对啊 以前也没有比我高了 但是现在好像也还是坐在我底下 大胆 拉下去 拉下去 上一次我当了最年轻的副局长 哪怕只有几分钟 对啊 但至少我也是对不对 对啊 没想到下一期过来 换人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还蛮羡慕西侃的 怎么的 因为站一分钟就下去 我要站全场很累的 哇塞 他真的得到了我的真传 因为我知道西侃在这个节目嘛 我就问我的编剧姐 我说西侃表现怎么样嘛 他就跟我说西侃从第一期到现在 进步了很多 然后呢就是很努力 所以我就回了一句 我就说我就让他见识一下 天赋和努力的区别 天赋 黄编号 黄编号 差不多得了啊 我都有点害怕了 我来当这副局长师 我压力很大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特工会不服我 谁敢不服 副局长我跟你说 有一个特工有可能有点不服你 晓芸 来了以后一句话都没说过 我还蛮怕 因为他看起来很红 哎呀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入热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晋高级特工 陈晓芸 欢迎晓芸 我比一家人 以后不能再日益伺候你了 哭什么 大家好 我是新晋特工陈晓芸 欢迎 之前有看我们火星情报局 有看过 然后我也知道 大概第一期来的特工 基本上插不上话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笑吧 尽量笑最大声 你是笑不过我的 我都练过丹田 就这么说 来笑一个 你那个是啥 当然按照我们的惯例 喵喵的再次为我们从地球接到了 四位非常优秀的地球代表 我们掌声欢迎 李明儿老师 小军 家家 还有一位第一次来火星开会的 蛋豹老师 哈喽 局长好 各位特工好 我叫刘雪亭 蛋豹是我的笔名 现在呢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提案 那我就来提一下 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吧 OK 对 因为身为最年轻的副局长 我一直在强调 对 戏砍跟自博听好了 我发现 现在年轻人过度重视我们的颜值 导致压力很大 你这个问题不像是针对西坎和自博的 对啊 像是针对你师傅的 因为我感觉我师傅他就不会在意颜值这种东西 因为他没有 那你师傅有的是什么 有气的灵魂开路 这就好 是不是 然后我就来说一下我发现这个问题吧 好 因为地球人看脸的传统 它是自古以来都有的 然后据一些有关的数据显示 98%的00后 在成年之前就会有了颜值上的困扰 有14%的地球人 他的每个月对自己颜值上的一些保养的花费 会比自己的收入还要高 因缘吃土也要保养自己的颜值 真的会这样吗 首先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地球代表 为什么现在的地球人 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 他为什么会觉得颜值提高了 竞争力就会提高 其实有一个心理学的现象 叫做犯错误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高颜值 而且才华出众的人 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 是比较容易被世俗所原谅的 我在这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Justin走在路上 不小心踩到一个女生 跟杨迪走在路上 不小心踩到一个女生 请问大家会觉得那样谁 Justin踩到一个女生 另一个女生 这边再来一讲 对 这些应该算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蛋报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 就是我们难以控制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说年轻人如果想提升自己 其实现在是有点难度 但如果你要提升自己的颜值 其实就容易很多 比如说你200块钱买一个口红 你走在街上就会感受到 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 然后提升自信心 其实这一点是大家特别容易感受到 确定的红利的一个部分 千金难买心头号 难买一个笑容 对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特别强调是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 颜值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在今天这样一个流动性 特别强的社会 你跟很多人都是一面之源 所以那个一面就变得很重要 对 那么除此外 第二个也很重要 就是媒介环境的变化 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展示自己 其实都不是通过那一面 而是通过一张照片 或者是一段视频 大家网上看的时候 是叉叉叉地往外翻 那你翻的时候 看到一张帅的脸的时候 多看两遍 对 多看两眼 然后他可能 他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所以这两点可能会导致 我们今天会感觉到 颜值对于个人的压力 变得特别特别的空浅的强烈 对 是 所以我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问一下小云 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大家有可能就通过一个节目 你在里面非常努力地训练 然后 最终大家关注的点 都是我的身材 就是游泳的时候穿那件泳衣 太肤浅了 怎么都跟我一样 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 就是因为颜值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大家有没有在颜值方面 做过一些努力 我觉得我唯一的瑕疵 应该是我右脸这边 我就变得质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一天早上我闲来无事 我就开始数我的质 一 二 三 你拿下来数啊 镜子里面 镜子里面 怎么可能拿下来数嘛 一 二 三 然后数完以后 一共有三十八颗质 杨迪 我想讲一件事情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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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佛受刺激了吧 新来的副局长这么多话 对 他脸上唯一的瑕疵是他的质 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必须要整 哪里 你的牙齿 我的牙齿 一 你 你 你看他的牙齿 说实话 因为我是一个搞笑的人 这也是我的一个特色 你们看雪佛平时多在意我 我跟他说话 他一直看我的牙 不得不看 我也看 我的牙齿有那么过分吗 是配套的 还好 其实我也有一些这样的困扰嘛 别看我跟杰哥 年龄差距有点大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困扰的 什么 笑白头 哦 自伯自伯就是我有听到他们说就是笑白头尽量就是不要去拔白头发 拔一根长十根 不是就是因为你拔了之后然后你边上的头发一看那一根被拔走了哇脸都下白了 这是梗哎 哇 杰斯丁一来 你有发现真的每个人在拼梗啊 年轻小朋友都上大招了 都准备段子了 我刚刚听了 大家的困扰都是在脖子以上 对我颜值的影响的困扰就是我的身高 对 你们都可以借衣服 你们身材很标准 小文哥 你借一个衣服裤子也有了 我借过两次 然后有找人帮我改过 改了之后还不回去了 哦对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整个的衣服上花费是很大的 你们出门都是带助理带化妆师 对 然后我是带裁缝 他到餐厅吃饭筷子呀桌椅板凳都专门做 你好这有儿童椅吗 秒叔您有这样的困惑吗 有啊有啊有 秒叔啊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哲学博士天体物理学博士 不至于吧你还颜值 大家对这个科学家有刻板的印象 是负质才华和油腻 这是错的啊 我到中大我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做 中大都敏俊 来自火星的 中大都敏俊 但是呢有了这个绰号以后压力特别大 要保住这个称号啊 对 所以我就晚上只喝汤最多加一碟肠粉 然后半年我就收了二十斤 然后后来的话又跑步 又跑了半年 又瘦了二十斤 但是现在我比以前重了 健身 健身 游泳 增加肌肉 对 我昨天来之前还游了一千两百五十米 我真的 因为我要赶飞机 要不然然后我想游两百公尺 游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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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做这方面的努力啊 真的是为了在舞台上面能够呈现一个最完美的自己 最好的自己 对 这个时代啊 就像刚才加子廷说的一样 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零零后开始在意这些事情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来帮一帮地球的年轻人 我先来吧 好吧 哎呦 好好给土地捧捧场 我觉得现在地球人因为颜值有压力 在于有些人 他的颜值不是特别高 所以在职场上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就像我最近在剧组拍戏 拍我的那个摄影师 每次他的那些表情就会影响我的表现 人家都是好好的拍 我那摄影师每次拍我个特意 他这样 一直忍住笑 但是你幽默啊 我那个时候没有演搞笑的事 我也很认证 站住 他怎么笑 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去演一些严肃的角色呢 对啊 根本不适合你 颜值就是导致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最气的是有的时候录一些节目 那些导演组来推厂嘛 到我的化妆间看我说 杨莉老师快点化妆吧 马上节目开始录了 我都化完了那会儿 我真的很生气 我明明头发都抓好了坐在那儿 已经在休息等着上场 还要说出这种话 所以说我相信大家 没有这种体会派一个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讲出一些 比如说你们颜值特别高 生活中应该受到一些优待 有 肯定有 其实刚刚描述也讲了 中大都敏俊啊 对不起 在下平鼎山吴燕祖 平鼎山吴燕祖 帅哥你整的不行 你把我温州彭育燕放在什么地方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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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再做两位都还好 我温州胡歌呢 你干嘛 你看我的脚筋 你看我的脚筋你敢讲吗 哇 好了 我阿爸周潘长江还没说什么呢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嘛 我们学校的小麦部那个大叔啊 他就特别喜欢我嘛 因为一些原因之类的 就是我去买那个泡面啊 他都会主动帮我把那个面泡好 有来了 我也做 那你讲我唱还可以加料 他主动给我泡完那个泡面 然后还加一个唱给我 都不要泡 我们校门口那个奶茶店的阿姨 就会经常来自博 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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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老弟 来了 老弟 然后我去加那个珍珠啊 加那个小料 他恨不得就直接加满 你知道吗 那个珍珠 加一整杯 哎呀 吃啥啥呢 吃珍珠 来 一斤一缠 珍珠香炼吃了 来 吃吃吃吃吃 珍珠香炼 真是狠 一一能啥来 这是真是一头猪 真是一头猪 两百多斤 吃 真是猪 真是猪 然后那段时间 也是靠着这张脸啊 在那个学校的小麦部啊 还有旁边所有的奶茶店混得风生水起 哇 吃得好饱 从小 他颜值高就是没有办法的 说实话 我在国内确实没有得到过任何的优待 因为确实长得过分平庸 说得对 但是很多国外的人都把我当成明星 我当时我记得去美国 参加全美音乐颁奖典礼 我 王嘉尔 还有迪玛西 我当时去了之后 都没有人跟他们合影 都来找我合影 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巨星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去了一个热狗店门口排队 那是非常红的热狗店 非常多剧情都在买热狗 然后排队非常长 当时我正在录影的间隙 我当时还带了个麦 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带了个墨镜 穿一个白色的T恤 非常简单的那种外套 然后非常清爽 站在那里玩手机 就 哇 好清爽 然后 买热狗的阿姨来了 咦 大家来了 吃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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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突然间那个老板 冰沟了正中目标 看到了我身上的星期 冰沟 对 她觉得这有可能是亚洲的明星 然后突然就走进我说 You're so handsome 我说 Yes Yes 你看 你这个转换成中文 你好帅啊 对啊 别人以后在夸你帅的时候 你要客气一点 你要说 Where where 哪里哪里 Face 然后后来那个姐姐就让我插了个队 后来我就进到店里 我一到店里就发现 哇 好多明星的合影 后来那个姐姐就给我点了一个 那里最红的热狗 热狗 然后还跟着说 屁 再给你夹个唱 没有 然后那个老板就不走了 坐在我对面就看着我吃 然后说 You like that 我说 Amazing Amazing 哈哈 后来她拿出自己的T恤 就说 That's my T恤 Give me a 签名 给 me 哈哈哈 你还是到河南那边啊 还是河南的吧 我忘了签名怎么说了 我就给她签了个名 后来又跟我合影 然后她就觉得我是一个巨型 她说会把我的照片放在那个上面 放了吗 真的放在了 我就在比奥西的旁边 哇 真的 所以每个人有可能是 受不同的人群和地域 他会喜欢你这种状态 是不是 那贾副局长你呢 颜值这么高 有没有什么优待啊 其实我是怎么进我们公司的呢 有一段特别有趣的事情 哦 就有一次我在我们商场里面逛街 然后这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 就像他那样塞小纸片 因为他给我塞了张名片说 想当明星吗 哈哈哈 我当时就照了下镜子 我觉得我脸还是有这个 可能会被刺激 哈哈哈 哎 对然后第二天她就 约我去商场里面见面 为什么约在商场啊 因为她要去面试我 她要给我去拍我的那个脸的样子啊 所谓的定妆照啊 对类似的 然后会拍你唱歌跳舞的视频嘛 然后我就心想 都已经这样子了 然后我就再照了 又照了一下镜子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又照了一下镜子 我说 我这张脸应该是会被星探发现的 然后我就去见他了 上场里面很多人 然后唯一一个人不多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在厕所 然后我们就在厕所门口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哎 要搞得这么寒酸吗 厕所里走菜的路人那个样子 嘶 哈哈哈 嘶 有音乐吗 当时 如果商场里抱的音乐应该是回家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 哎呦 开听了吧 很像商场 尊敬的各位顾客 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 哈哈哈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带好孩子 快快快快快快快 迅速离开商场 啊 走那边跳 跳 他到底是这样的音乐 我觉得黄美浩想跳那个浙江温州浙江温州 皮肠皮肠狗币 哈哈哈 来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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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觉得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受欢迎了 对 活力 年轻 然后一下子把现场的气氛带动 一下子让大家忘记了刚才刘维跳的那段舞 哈哈哈 哈哈哈 毕竟三十二岁跳成这样也很不错了 就是就是 小鱼你觉得刚才他们跳的怎么样 跳特别好 我看呆了 刘维在跳的呢 啊啥时候跳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啊 东北老仙儿 小鱼 对不起 哈哈哈 那你说我跳的好不好 好 哈哈哈 会不会因为 长相比较帅气 反倒会引起别人 嗯帅又怎么地 有我自己的困扰 因为我们以前要去上舞台嘛 然后其实会画一些浓的妆 但真的真的不是我自己画的 是别人给我画的 我也不想画成这个样子 我是很希望自己很慢的 但是我 我画了那个妆之后 就有很多人说 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娘啊 像跟女生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粉丝就会女化我 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女生那样子 不会 我其实心里是蛮不舒服的 其实你心里是很排斥这种状态 对对对 哎那你留胡子呀 像我留了我说到这个我就气了 早上化妆很困 然后我就睡着了 化妆老师趁我睡着 他把我的胡子全刮掉了 你也睡着也太熟了 哈哈哈 哇你身上可以对你做一切 哈哈哈 我完全是比较赞同这种看法 其实有些时候 从早上开始就需要工作 然后肯定是需要一个好的形象 他们希望这个妆会浓一点 即使你不希望 然后他们也去那样化 你可能马上就需要去赶另外一个活动 就根本来不及卸妆 或者说你到那边还得再化 但是路人看来就会觉得 哇 一个好好的小伙子 然后还化妆 真的遇到过别人在你的面前直接 就是前天 前天这么近 当时是在机场早上很早起来拍摄 人很疲惫了 也化了妆 在那边闭目休息 这时候就突然听到边上的 有一个老伯伯 然后就讲了一句 有讲稍微比较脏话的感觉 就拍你拍你哒哒拍 你逼掉了自己 然后说男不男女不女的拍她干嘛 然后这种 其实我当时 就真的当时哇好想 但其实自己无论怎么说 毕竟也算一名小公众人物 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 可能会带动喜欢我的人 或者说给他们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任何方面 我得做到正能量 每个男孩子心里面 都有一股阳刚之气 他们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来挥洒汗水 他们希望看到阳刚 所以我觉得舞台上的你们 和背后的经纪公司 以及所有喜欢你的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都应该彼此有一个正向的交流 是 你们其实想看的 就是充满着爱心 能量 阳光的 Justin 笑楼 还有我们的西凯 我们希望这些年轻人 能够带来少年中国的那种 阳刚之气 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会喜欢吗 问一下我们地球代表 就是为什么颜值会带来这些 不公平的待遇 不管是颜值高也好 或者是颜值低也好 我们其实每个人 会在心中 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 然后每一个类型 我们大概会对应 一个心中的人设 比如说 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看 他们看到这样的偶像 他们会觉得是年轻的 努力的 值得去学习的一个目标 但可能对于不太了解的那个老人来说 他可能人设分得非常简单粗暴 对 就是正常的小孩和不正常的小孩 所以其实我觉得带人设去看人 其实很多时候 它只是个第一印象 是不准确的 对 我是觉得地球上 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我们叫结构性歧视 对外形的这种结构性歧视 它其实有两种是叠加在一起的 一种是美丑这种颜值方面的歧视 还有一种是性别方面的歧视 对 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 社会对长得好看的人 可能有点太优待了 觉得他们是不是会走捷径 那我是想说 大家对于好看的女孩子 经常会比长得好看的男孩子 会多一层歧视 职场上面就会更明显 对 真的会有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明明是实力派 但是大家就一直把她当作偶像派 还有一种情况是老板会说 我雇你来就是把你来当花瓶用的 其实它是有她的能力 但是在职场上 会不太容易得到体现 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尴尬 你比如说像他们这些 很帅很帅的小伙子 你一哄别人说 无非就是因为你帅嘛 然后长得不好的像杨迪 都长成这样了你还能哄 你凭什么嘛 他都会有 真的会听到这种话 会带着有色眼镜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各位高级特工 我发现不管是颜值高或者颜值低 大家都因为脸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说我今天带来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 颜值委屈骨 我今天带来这个骨 是用那种特殊的材料制作而成 只要这个骨声敲响以后 听到这个骨声的人 就会把自己因为看脸 遭受过那种不公平的待遇 有那种大量的倾诉欲望被激发出来 我们火星人可以帮你伸张正义 来敲响我们的颜值委屈骨 哇哦 这是有冤情啊 那大家有什么吗 我真的是被委屈过 你怎么了 那时候是1997年 当时我读大学 当时我还没出生 我也没出生 加一 加一 哇 太委屈了 这件事情更委屈有点 1997年 我当时高三毕业去考大学 然后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系和电视系三世了 表演系的系主任就来面试你 他说如果我们表演系没有招你 你有第二条路的准备吗 哎呦 已经算反应快了 我说老师我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第二年我有可能还会来考试 我觉得我就是天生为表演而生的 哎呦 然后老师说 啊这位同学啊我跟你说啊 你呀 有可能错误的估计了自己 哈哈哈哈 好伤人哦 他说 你知道吗你的形象长得非常尴尬 啊 尴尬两个字来形容我 哇他说 其实我觉得你正确估计一下自己的话 有可能打消一下做这个行业的一个念头 有可能会更适合你 当时各种不服务 想老师我四年还没有看到我学习成果 你怎么以貌群就这样的 我好委屈我就觉得 但是那条路到底走下去对不对 到现在也是个谜对不对 是个谜啊 说句实在话 我其实也是考的表演系 但是我最后没读上 因为我当时收到那个通知书表演系 上面通知书拿到以后 下面有一句话写的是 8月25号之前 可以给学校发传真免费转系 你等于是被录取了 对录取了 表演系已经录取我了 但是呢我最后没有读表演系 因为我妈看到那行字以后 我妈说 让弟妈妈帮你昨天洗了哈 你这个样子还是表演 我表演了 我妈直接给我转到编导戏 做幕后去 你妈都嫌弃 我妈都嫌弃 我妈看到电视上的演员 都是那种帅哥们 她一看我只能演那种 不偷都像贼的那种 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嫌弃 也是觉得太委屈了 你当时没有怀疑 那是不是亲生母亲了 毕竟也要她给学费 我就先算了 峰哥其实也是很喜欢演戏 而且他也认为自己演得很好 是的 峰哥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演一部电影 怎么呢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不但把特征说清楚了 人物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自己演技很好 我们就可以见证一下 一眼就看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演戏的料 小云就是专业的演员 我们来一个表演题吧 要不 可以 来 Justin 其实我觉得内心戏和反派 加在一起 就特别的难演 就是变态杀手 这个很难演的 我这很难驾驭的 这个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特工可以试一下 可以 可以 我也可以 来 等一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为了鼓励你们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卖力的表现 局长特别定制了一款 全金的喵喵 参加参加参加 是什么 金喵奖最佳男演员 我也忘了说了 我也是表演系的 你先来 你先变 你先变态 来 可以 我很专业的 我引导你走 稍微等一下 你是沈阳 音乐学院影视表演系专业 沈阳音乐学院影视表演系 VS 中期 天哪 代表学校啊 压力好大呀 好紧张哦 开始 这 嘘 哇 小云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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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记得弟弟了吗 我是小维啊 姐姐 你看我也有这个 啊 哎呀呀呀呀 好变态啊 好变态啊 姐夫呢 怎么了 姐夫在这呢 找你姐姐啥事 哈哈哈哈 找你姐姐啥事啊 哈哈 哎呀 好浮夸呀 你把你姐姐弄哪去 哈哈哈哈 小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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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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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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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姐姐 我跟他怎么了 你疯了吧 我 又来了 要演脱脚一样的 姐姐 你要被打多少下 哎 你是个抛兵杀手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再说一下你的学校 跟你的戏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敢说咯 其实我考进喜好音乐 学院影视表演戏 是个错误 我本来我是喜欢音乐的 对 刘维 你那种表演就是我们看到最差的那种 就是说词之前永远用一个喘息来带 哈哈哈 直接用喘息带 其实很想演出那种戏剧的张力 其实你知道演戏最难的就是你突然好突然坏 但是我发现我演不出来 哈哈哈 直到他真实抽了我一巴掌那一刻我才醒悟 打醒了 我应该继续做邪星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钱鹏 说一下自己所在的院校 我毕业于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表演专业 进修班 哈哈哈 进修班这三个字救了你 我跟你说一定要说进修班 因为演不过也是进修班的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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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 哎 哎 护士小姐 我手受伤了能帮我包张一下吗 哎 哥哥 我冷 啊 我冷 你冷 哈哈哈 哎 哎哎哎 你这个是什么吗 别过来 别过来啊 我盯你很久了 前天终于落到我的手上 我要 等会 你把眼睛闭上好吗 你别动 我不会被你带到沟里的 我不会让你死得很痛快 我要慢慢慢慢的 折磨死你 好啊折磨我啊 来啊 来啊 姐姐你这样 被另一个更变态的杀手给安排了 我的天啊 觉得好恐怖哦 到底谁是变态杀手 不要 不要松手 什么乱七八八八 我这辈子离你那么久 就是想亲手被你累死了 还我 雪夫安全了 好可怕 杨迪 杨迪来 都演成这样了 我就演个杀手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变态 杨迪 报自己的院校 老师们 同学们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编导戏 来 小云 开始 我看到过影视剧里面很多变态 他有一个部位的戏特别足 那就是他的舌头 那就是他的舌头 这是 这是对手的剧 现在小云已经被我拖到一个荒山野岭 只有他 你已经被我捆起来了 你今天就会慢慢被我折磨死 看到这把刀没有 上面沾染着剧毒 好无聊 好无聊 我怎么了 迪哥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演的那个杀手 你演的很好 你演的是那个动物世界里面 什么沙哈拉沙漠里面的人类杀手 什么毒蜥蜴 你感觉中了蜥蜴都 感觉你不是变态 你是被注入了一种基因 这个是纯属 你们都是变态一点也没有体验出杀手 来 我可以来吗 来来来来 报自己的院校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广播学院表演系的田园 你真的是表演系的 你表演系的 你是表演系的 当然 你是表练系的 你自己这么怀疑吗 来 哇 Action 晓云吧 你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已经喜欢你很多年了 宝安有别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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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啊 不要叫 蹲下 哇 蹲下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满足我的要求 看见了吗 所有人 所有人 还想跑 还想跑 我告诉你 我不光是有你 我还有你们家里每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有你们家里人的地址 哇 我也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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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哇 东北姑娘好少 我怎么感觉在看另外一档节目 我觉得袁哥刚有吓到我 好真实 我是觉得演戏这个东西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我本身肯定不是一个变态杀手 我身边也没有变态杀手这样的形象 但是我们可以去想 以前看过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找那些变态杀手 其中一个点抓住了 其实大家都不是变态的演员 对 我演不了变态 他们就是想挑战这个角色 看看自己内心的这个张力有多大 去把他这个表现好 我们接下来要颁发一下 这样的一个奖项 大家来评判一下 就觉得刚才谁演得比较好 天渊哥吧 就是他能让我感触到更多 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对 对 那时那刻我真的觉得 有点害怕了 想跑 所以反派角色 变态杀手 最佳男演员金喵奖 要奖给 天渊 你没有过妈咪吧 我没有过 金喵奖 哪拿个金喵 意外收获 他连肥章都没有 有了个喵奖 厉害了 谢谢 谢谢 我会更加努力的 谢谢大家 对不起 恭喜田渊哥获得火星变态第一人 这个奖项 真的恭喜 我接下来想控诉一个 真的因为看脸造成的 不公平的现象 为什么 就是在我们火星情报局 朋友们往这儿看 怎么了 有的时候应该我们也坐坐这个位置对吧 因为我觉得雪佛副局长的贡献的话 就是在其位没有 谋其职 对 局长你觉得你有没有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脸的关系 你是这样吧 我们给雪佛自己一个阐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 积下鼓 撞撞我的士气 雪佛说说 说 把你今天想说的都说出来 好的 你不觉得大家都可以 我不觉得 我觉得雪佛很辛苦 一战就是好多小时 雪佛加油 而且冒着那么冷 其实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不配站在这个位置上 不要这样讲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讲 长嘴 你看看给人家心里面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我觉得在毛毛的火星当中 就是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 没有没有 但其实说实在的 以在座的火星特工们 我觉得我站在这里 名正言顺的 名正言顺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如果前锋站在这里的话 你看他长得这么垮 不是不是 我是说他永远这么垮 厉害耶 今天副局长爆发了 雪佛你 我刚刚前两秒钟 还在帮你说话 雪佛你 对不起 没有 因为如果他站在这边的话 大家反而更会说局长偏袒走后门 那说前锋怎么样 真的都没关系 可是我不能让局长受到这样的委屈吗 对不对 那这样吧 论资历 朱真哥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他跟薛之谦很好嘛 谁知道他会不会跟薛之谦一起把局长给挤掉 好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智文哥 你不会是说我站在那根本看不着我吧 不是 应该是说 智文哥应该是最接近这个位子的人 哎呦 可是唯一遗憾的是 如果你站在这边 局长一转头看不到你的人会觉得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个 就是有点伤心啊 哎呦 哎呦 那你说好 像集结哥跟田园哥好了 其实 局长非常地看重你们 但是大致上你们的提案都是垮的 是不是垮在你们身上 痛在局长的心 所以你们让局长这么难过 你很厉害耶 雪狐今天好棒哦 那你说说如果我选薇薇的话 很好啊 我在旁边可以呼 对 可是要想到的就是 他每次这样又唱又跳的 会把火星变成连欢晚会 好 你想想就是局长如果散到腰 这样也不太好 对不对 他真是 那我可以啊 你说杨迪好了 那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他站在这边 他下一步就是要 磨夺局长之位 对 早就有这样的野心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做出什么 伤人的事情 对不对 雪伯 我今天已经安排人过去了 动 动手 那你说小罗跟希侃 那就不用多说了 他就是男生版的我嘛 那干嘛站在这呢 对不对 雪狐今天这么一说 以往都是让着我们的 多谢雪狐姐给一口饭吃 雪狐厉害 厉害厉害 大家还有想说的话吗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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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服了服了 谢谢大家 对他这么一说 我都觉得我们的安排 是如此的顺理成章 太正确了 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副局长 现场闹的时候 啪丢给雪狐 打节奏 冷下来 现场冷的时候 问雪狐 啪 问雪狐 他不管怎么回答 大家都会说 雪狐 你看 又热起来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调节 太奇宗师 欲物成形 而且真水无香 谢谢 接下来我来问一下 我们的地球代表 用脸来判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科学性在里面 其实中国古代 其实也一直都有 以貌取人的传统 皇帝渐进士会喜欢这种 以表堂堂 气宇宣昂的 肯定不会挑那种 张头鼠目的人去做状元 对 我感觉咱一说到张头 一个特写推上来 我觉得从一个 客观的现实来看 确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边 如果我们去调查 也可能会调查出来 颜值高的人 他相对来说 机会就是多 收入就是高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 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 审美单一化的问题 那么审美这个东西 它其实不是一个客观 它是有主观性的 而它是文化决定的 可能在十年 十几年之前 我们还不能接受说 一个女孩子 她的打扮比较中性化 那现在又越来越多的 这些女孩子 她们表现呢 她们依旧很美 很健康 然后可以代表正向的价值观 我们今天就会觉得说 那很帅 那也是一种美 我们其实应该更多地 去鼓励审美的多元化 我觉得这可能 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特别赞同 佳佳说的那个 审美它是不同的时代 它会有不同的 审美的情绪在 以前我们将这一代 找女婿 会不会吃大闸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东北 能不能够扛大白菜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审美 多么地宽敗 不管你的形象好不好 你只要有一点 能够打动别人 那一点就会被无限地放大 容貌只是低印象 未来的接纳程度 是你今后所有的 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们真的特别希望 屏幕那一头的观众 包括现场的每一位 喜欢你们偶像的 这些年轻的朋友 多发现他们身上 除了外貌以外 其他闪光的地方 去放大这一些 好不好 X23全息换彩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本局会议由Vivo独家灌敏播出 这就是叫跑SUV 科迪亚克GT 感谢斯克达SUV家族 条约赞助支持 感谢飞衣美爱加奶粉 三重保护力 等于宝宝的超能力 对本局会议的支持 对对对 非常好 腿再长一点 完美 脸小一点 完美 但是皮肤光都不够 再白一点 不是导演你在开玩笑吗 我的脸怎么白啊 不拍了我 我在跟摄影师说话 这个是Vivo X23换彩版 智能美颜媒体 让你瞬间变帅的秘密武器 道运您 别装帅的 这是拍果果不是MV 就这颜值跟我太大了 我千不不见 赶快说台词 斯克达轿跑SUV科迪亚克GT 不是所有特工 都能开的颜值作家 那么除了颜值 会让年轻人 在工作和发展当中 遇到一些困扰 还会对什么 其他方面有影响吗 其实有一个 跟这个颜值有关的 这个方向 大家都忘记了 就是爱情 刚才我们讲的 都是职场上工作中 其实在爱情中 颜值的困扰 是特别大的 比如像一些 长得很好的人 就会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你特别花心 特别不靠谱 我觉得现场 有很多人 就会有这样一个困扰 其实年轻的时候 我也帅过 对不对 当时呢 就是说 鼓起勇气 想跟一个女生 表白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 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然后表白以后 女生拒绝 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 长得太帅 他直接说出来啊 对 他说你肯定很花心 身边肯定有很多美女 我不放心你 我对你没有安全感 他说的是事实啊 你现在不帅也花心啊 喜欢喜欢喜欢 太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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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节好棒啊 雪佛 雪佛会怼人了 好厉害 雪佛 我们问一下 晓云对峰哥的第一印象 因为你跟峰哥不熟吧 不熟 你感觉这个人花心吗 你觉得 呃 哇 我问一下晓云啊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就因为长得好看 大家会不会觉得 你也是花心 对 不是 就是觉得 我肯定有男朋友了 然后就也没有人追我 啊 那你其实有没有男朋友呢 那你会介意吧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别人不追你啊 或者什么呢 不追我就自己 姐挺好的养一条狗 然后 养一条狗 哎呀 哎 他们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女孩子 养条狗还是找个男朋友 最终好多女孩子选择 选择养条狗 养条狗 要忠诚 对 我养了一只约克夏 已经快三岁了 所以大家可以判断 三年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因为养了一条狗 但是我觉得在大家常过印象中 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人 连接近好看的人都是一种罪 你知道吧 我以前就是我们院子里有一个女生 长得特别漂亮 然后我上学放学 我机车载她一下嘛 有喜欢她的男生 看见那个女生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还在她 他们说 来 把那个人活活打死 这个事情 从还没有发生 想要打我 到结束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 说服了一些要打我的人 他们说 放心吧 杨提这个丑样子 他们不可能是在谈恋爱的 对 所以说 你就对我们来造成那种 很不公平的感觉 对吧 对 没必要 丑怎么了 丑怎么了 你看内心呢 内心没索 内心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问题困扰就在于颜值之间的落差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火星解决方案 就是 情侣颜值黄金分割法 它其实就是假设 把一对情侣他们的颜值总和固定为十 然后你可以预设 比如你个人觉得自己长得很一般 你可以把自己的颜值设为一 如果你想找一个美如天仙的女孩 你就把她的颜值设为九 它的科学理论就在于 双方都对对方颜值有一个预设 当你的预设能够契合的情况下 就能配上了 你这个有问题 你这个里面没有负数 对啊 没有负数 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用呢 迪哥 迪哥 我跟你换 我这个有负数 这种时候不用借换 这样 我们现场所有的高级特工都有这个 来试一下 我们从Justin开始好不好 零 你和你喜欢找的女朋友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一个颜值比例 其实很难 因为我也想选五五嘛 但是能找到一个跟我五五的人 真的很难啊 蓝色代表男生 红色代表女生 来看一下Justin最后的揭晓是 七三嘛 女孩子是三 男孩子是七 对 你只要找个三分女孩 因为我觉得以我这个比例来找的话 三分应该也不会很差 好自信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男生比女生要好看的话 其实很有偶像剧的感觉 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好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面看 其实我是觉得我老婆现在其实给我的感觉 她就是一个六分的女孩 为什么给自己打四分 是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判断要正确 就是早上起来 没有刷牙洗脸 睡眼惺忪 头发就是乱糟糟的 那个样子是最真实的你 怎么可能头发乱糟糟呢 都没有 有啊 三个在这里 七个在那里 也是有的好不好 那种乱 也可以 而且我老婆要比我是要小九岁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是觉得 其实她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是给到我了 而且她愿意跟你一起到老 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挺理想化 女孩子让她漂亮一点 六分 我要四分 你敢打几分 我通常呢 找回家的时候呢 都是九分 但是我会用我的努力 让她变成一分 为什么 打凭我找了一个郭雪芙 这种美若天仙的女孩 跟我在一起了之后 我就会每天晚上点麦当劳 然后就在我坚持不懈之下 每天陪她吃 然后陪她吃的同时 我自己偷摸吃减肥药 然后天天自己在旁边运动 哇 好了快 然后吃着吃着 她就离我越来越远 就变成一 因为她变成一 我就会特别的有安全感 那你是直接找个胖的就完了吗 直接找还不一样 她喜欢那种痒的感觉 她要看着自己的成果 嗯 尖了 你能保证就是 她变成了你心里面 想要的那个样子之后 你的心不会变吗 我不会 我亲眼看着她变成这样了 我能变吗 我是这样考虑的 因为如果要找另一半的话 一定要找到九分颜值 因为我考虑到我这个基因啊 明白明白 真的这样 因为我的基因已经很强大了 外甥女儿像舅有这么一个话 我妹妹的第一胎 那个小女孩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那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妹妹抱着她的第一胎 那女孩说 妈妈 爸爸 如果我要省第二胎 我希望她张得不要像哥哥了 你这个舅舅要对这个女孩子 负一辈子的责 我会好好地对照顾她的 因为不容易 一定不容易 一定不容易 你要不要说出你外甥女的名字 已经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 避开她是吗 不是 未来以后如果遇到 照顾照顾她 对 上希瑞 叫上希瑞 上希瑞 就是屏幕那一头所有的朋友 在你的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个叫做上希瑞的 长得像杨迪的女孩子 到您的公司来应聘的话 请您录用她 现在展开了还可以了 不不 杨迪 你这个样子展开了 有可能更难看 反正为了保护她的隐私 休想让我发照片过来给你们 因为你们跟着会笑 我们找一张杨迪小说的照片 然后把它劈一下 弄个长头发 这就行了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大家谈恋爱的时候 可能都会选择那种 颜值比较高的去选择 但是呢 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 像我们这种一分的 反而是更好的结婚对象 因为安全感会更足一点 对 小云是 我是555 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比较平衡 你也是希望 未来的另一半也是 帅气的或者什么 也不是帅气吧 反正要在一起很开心 我挺会让人开心的 小云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随着时间的退役 女孩子是没有男孩子容易 就是经老的 我会给她做饭吃 然后把她养胖 对 让她离不开我 这个好有吸引力哦 现成的胖的要满 前锋 根本不用养 特别有安全感 前锋 你就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知道吗 碗里的 他哪有吃到锅呀 我们来问一下 四位地球代表 你们的分配比例 大概是什么 我那比较赞同 朱珍的选法 六四 大家都没点题 黄金风格 其实就是 0.618 优选法 对 希腊的有个神殿 非常非常漂亮 对 就是她的长和高的比例 就是0.618 当然我们最好的 理想的身材也是这样 对 从脚到这个 独起眼 比上整个的身高 是0.618 我就是建议 这个特工积极呢 再推广一下 不要加起来等于10 加起来等于8最好 因为8分之5 正好是0.618 所以我觉得 非常喜欢这个方案 非常非常好 对 我那个特别喜欢 这个秒数的这个提议 我们这个 此时此刻就已经修改掉了 对 我觉得 五五是一个 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比例 如果秒数中大 东敏俊的话 我也立志做 我们西郊全志贤 所以如果五分的话 我觉得OK 但其实真的 我觉得真正的 还是看你的一个感觉 如果是我觉得 弹不来的 8分我也不要 如果我真的弹得来 20分我也可以 对 这就是关键事 你跟他是不是 心性相通 这个太重要了 小军 其实我一般 不是太看重外表 我比较喜欢 有趣的灵魂 胜过好看的皮囊 谢谢 谢谢 你欢迎来 好早上 学习 好 谁到北方 对 因为我 也是跟 薇薇的理由是一样的 我是有一点 缺乏安全感 所以我比较想要 找一个能够让我精神上 能够有一点安全感的对象 我是性格比较好色 好色 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你是这样的性格 早知道我们应该把 杨迪安排在这边 在这边坐 对啊 我要坐在这鎮压鎮压一下 不然有点吓人 洗洗眼 我是学 杨迪你就是他的封印啊 在这里 赏十嘴 九九在外面子的 我会觉得假如有机会 我肯定会愿意跟那种 我的男神在一起 所以我会想说 我是一对方是九嘛 而且我自己会因为这个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要求自己 对 我对男神那种帅气的标准 比较特别 说说看 就是风度翩翩 温文尔雅 现场我其实觉得 如果田锋打了兽脸针 前锋啊 前锋哥 所以说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形 总结起来就是看起来 比较衣冠禽兽 我本来觉得我受伤的心灵 得到了治愈 没想到最后一刀捅得最狠 我告诉你 风哥 今天蛋豹来了 这边衣冠禽兽 这边张头实木 你是我见过最会说话的 比较败的 其实我的这个黄金分割法 已经在娱乐圈推出了好几年 真的吗 在娱乐圈有很多是五五分的 比如 邓超孙丽 对 还有一些人 他们对于这个颜值 其实没有那么太看重 特别女生 你看刘涛跟他的老公 他们俩就属于有点 靠近三七和二八 二八的感觉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 就是有一九的状况 一九的状况 你们说是谁 你说嘛 这种话你来讲 刘维 娱乐圈还有一九吗 谁谁谁 祖兰 王祖兰 如果跟他的夫人比起来 他可能就只能是一了 对 其实我觉得 重研制这个事情 其实在爱情方面 真的是比较突出的 对 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第一印象 真的就是一眼的演员 接下来 我们要问一下 几位地球代表的意见 来 小君 虽然大家现在普遍感觉 好像颜值挺重要的 可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实验跟研究证明 颜值在我们一个人 整体的未来发展 只有占百分之十五 一个人呢 真正能够长远的 在人生当中 有好的发展 其实百分之八十五是 比如说他的交际手腕 处理事情的能力 还有创造能力 应变能力等等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对于颜值 有太多的一些 不正确的观点 好的 随着这个AI技术的发展 将来可能可能 不光是说人看脸 而是机器会看脸了 如果我们现在把人的 对于颜值的这种偏见 已经作为一种算法 植入在机器里边 那其实会造成很多 非常严重的 不平等的情况 就你去银行贷款 然后机器直接觉得 你的这个颜值 不能证明你将来的 发展会好 所以就不带给你 然后不给你买一包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让我们的审美 尽量朝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我拜托今天 各位火星人的一件事情 谢谢 其实我刚才一直都在想 我们就是以貌取人 但是到底有什么 可以改变我们的这种想法 你看我们中国 有句老话叫做 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穷 因为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母亲的颜值已经不重要 母亲给她最多的是爱 那个爱可以修补所有的一切 巴黎生活院当中 那个女孩叫Aismelada 她最喜欢的那个 居然是Kashimoto Kashimoto在常人的眼里 是多么的难看 但是Kashimoto对Aismelada 可以发自内心的 喊出那个字 美 金刚里面那一个女孩子 对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一个野兽 居然也可以从她的眼光里面 看到浓浓的一个爱 我的有一个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 她的颜值一定不是 通常意义当中 讲的最帅的 但是她的成就 她对中国商业的 巨大的贡献 大家已经忽略了她的颜值 对她的形象 只有一个字 就是伟大了不起 在你们心目当中 马云先生帅嘛 所以第一眼看 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给对方一点时间 让他们心中的 真正美的光芒 能够发散出来 今天只有两位 特工有提案 所以两个人都有徽章 所以在这里 我们首先恭喜 杨迪和吉杰 美人一枚徽章 谢谢 谢谢 谢谢局长 谢谢 那么接下来 依然用火星最残酷的方式 决出今天的 喵喵的拥有者 贝对贝 今天黄明昊来 我决定他来代替我 好吧 副局长不适合 跟特工们要保持距离了 什么保持距离 帮我干嘛 我最近猜拳运气真的很差 我告诉你 等一下 我也请一位我的好朋友 我请小罗来帮我 哇 哇 来了啊 背靠背 加油背猜拳 加油 都是年轻的力量 背靠背 哇 这个厉害了 年轻的力量 来 石头剪刀布 三 二 一 全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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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拥有喵喵的是 杨迪 恭喜 请到喵喵嘴里 拿出手艺里的奖杯 她呢是一个叫做 自卑的吞灭者 她能够以她的力量 来吞灭你的自卑 让每一个地球人 能够发现她自己 身上最美的光芒 恭喜杨迪 谢谢 最后我们再嘱咐 各位特工一句 一定要有复盘的意识 所以会后呢 大家必须要好好的总结 也欢迎各位地球人 继续关注我们的 特工复盘会的现场 最后的最后 提醒各位地球人 关注火星情报局的 官方抖音账号 潜入情报局内部 更多机密会等待 您的发现 上微博搜索 并at火星情报局 参与讨论 更多的惊喜 将会等着您 另外这个国漫电影 白蛇元旗 将在12月21号 全国上映电影取材 自经典的IP 白蛇传的故事 重新塑造了 白蛇和许仙 也值得地球人 互换朋友一起去观看 好了 各位又到了 我们的复盘时间了 首先热烈欢迎一下 我们的新副局长 Justin 还有我们的新特工 小云 欢迎你们 我们前三季 有一个质询环节 那我们新进的 这个贾副局长 既然说一来 就做到了高层 所以说 要接受我们的质询 随便来 我申请第一个男话筒 希凯 你说什么 你坐得太远了 我听不见 因为我今天被弟弟怼得 真的很难受 真的 就是我想要提问 刚才会议上 你很多次 然后都把自己说成局长 你是透露了 你自己的野心是吗 希凯 我对于你这个问题 我只想告诉你 无论我是当局长 还是副局长 我永远都是你的上司 哇 想得美 兄弟 请你对我 带着一丝 尊尊尊尊重 尊尊尊尊重 对 那你觉得 我们在场除了你 谁的颜值最高 其实我觉得我们副局长 跟你们特工的差别 就是插在这张脸上面 应该除了我之外 应该就是另外一位副局长 对 谢谢 我不好看吗 你是有特色的好看 我觉得我们今天火腰味 已经够浓了 问一些温和的 你觉得 这个小楼跟希凯 今天谁表现更好一点 这叫温和 这叫温和 突然没有火腰味 你挑事的人 你就这个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在讲话的方面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个戏坎讲得更好一点 哦 对 然后呢 应该在 魅力的展示方面 我觉得还是 自博展现得更加有魅力一点 回答得很好 很好 会说话 关得好评啊 当然当然 他们两个人加在了一起就是我 画讲得又好又有魅力 哈哈哈哈 我们把这拨过去 拨过去吧 好不好 他是杨迪的徒弟没错 我真的觉得他跟我 好像啊 杨迪他已经学到你的精髓 能不能要点脸 我们再试了试 如果火星副局长是轮换制度的话 那下一个副局长能挑起这个重任的 你会推荐谁呢 我觉得的话 那个迪哥吧 哈哈哈哈 好认识那么久 有私心 有私心 他这个回答感觉是有传位给你的 这个吧 哈哈 传位 我记传是吧 没有了 把我除外 你觉得他们 我是知道我可以当副局长 只是我推脱掉了 其实我觉得都都可以吧 都差不多 对 因为我 我不当以后就随便了 都差不多 选一个没事 反正你这期录完就撤了 没关系 不怕得罪人 我帮你倒着 我选我觉得选 西坎吧 嗯 哈哈 选西坎啊 哇 表面上打嘴杖 其实他内心是很看得起你的 因为我来一期之后 希望大家后面几期都能记得我 用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都记得我呢 就弄一个很差的 会找一个最差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狠了你 我刚才我还想说四个字 相爱相杀 现在看才死你 真的是 啊太狠了这个小孩子 我爱你哦 西坎 哈哈哈哈 我也来问你 在你的这个年纪 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你的师傅了 没有没有没有 师傅永远都是我的师傅 即使有一天我超越了他 他还是我师傅 哇哦 即使有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这一天快到来了 大概在后天的样子 哈哈哈哈 大概后天他就 哈哈 真的表现得好 特别 真的好 完全不气场 你知道吗 今天本来我要质疑 Justin 我说 Justin 你凭什么一来就当副局长 后来我一听歌迷的欢呼声 然后我们都同意你当副局长 哈哈哈哈哈 今天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其实小云也是第一次来 欢迎小云 小云你觉得我们今天谁更夸一点 我觉得我最夸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是倒是啦 因为我觉得杜综真的好难哦 你很好的 而且你让我们大家都记住了 拖鞋打人这件事 还有那个巴掌 拖鞋打的不是人 打的是我 不是人吗 不是人吗 对对对 是我 再来呢 那雪佛吧 雪佛今天肯定是吃醋了 受到了刺激 所以才表现得那么好呢 以后我要多刺激刺激你吗 小云多来几期啊 是你的问题吗 应该是Justin来吧 我觉得他很棒 他一来就刺激到所有的人了 你都受不了了是吧 对啊受不了了 平时有的时候雪佛剧长 念那个提案照着念都 今天流畅的把每个人都怼回去 然后非常对很厉害 谢谢你 好的 那最后这样 我觉得今天三个小朋友 毕竟我们三个当时 然后在场上就知道 必须得有那种气氛 竞争感 其实私底下比台上还可怕 没有 私底下特别好的朋友 男生都是动手的 对啊 更好了更好了 所以说其实 对对对对 这三个人高高兴兴一下 过来抱一下 对对对 温暖的结尾 然后拥抱的时候按字掐 好久不见了 那我们年纪大的也得抱一下 风哥 风哥见别 见别 好 好抱一下抱一下 抱一下 好了 好了 那今天复盘差不多了 但是 给 Justin 对啊 讲几句话吧 第一次来火星 你心虚念念的火星 其实我第一次来算蛮怕的 然后一来就当副局长 本来以为大家会怼 很怼我 没想到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友好 所以让我更加能够释放自己 尤其是我的两个朋友 都已经很久 其实很久没见了 嗯 虽然一直在怼 但是其实我们内心 还是很开心的 能够一起录节目 有机会再来好不好 有机会再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加油 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散会 散会 大家好 我是火星情报局高级特工 金志文 我发现地球上的家庭 把孩子成长的照片 都放在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起来亲宝宝APP 发现答案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为了接受你奇怪的信号 提着你有那么一点点 小能力啊 所以我被人等待你的底细 Hello 不要继续成绩 望同别拦用你的超能力 小心背后的怪獸攻击 Hello Why are you laughing so high 能不能认真听听我说话 这才不是个笑话 爱你的话 爱 还需要多久 这事情看来有点不妙 你知道的还是太少 爱你的话 来 会被谁挣扎 也会多看monster 就算monster 我们要是一个 cathedral的人 我们要是一个 ail换的 我们要让我们的音乐 但我们能让你学到 我们要去社会 我们要装明定然后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个小型 所以我派人谈谈你的地心 Hello 不要继续情绪 忘动评论有你的潮能力 小心背后的怪兽攻击 Hello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微博台网络播宗 一天默默偷美图秀秀 训飞输入法 喜马拉雅 青宝宝 凤凰网娱乐 和新传媒 心灵解构公众号 评话新媒体 黄马科幻 端章趣意 同志社大学 正说 吉武上流 Upflow 密思桃 直言矩阵 公众号 白人做梦 公众号 三有青年 公众号 卡哇维卡 公众号 秋大深 感谢莫几天气 萨克 中华万年利 天气通 作业帮一刻 递达出行 QQ兴趣部落 QQ看点 去逗条 黄幻想机 玩八天来 K歌 秒拍懒人 听书 车轮 迷你世界界 见面新闻 好奇心日报 超级新闻团 IDOL Award 本次网 捧心 牙牙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很酷